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4年11月27日星期三 今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 香港國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話說 在香港的無印良品 竟然上演活春宮事件 有一對男女疑似在梳化之上激烈做些什麼 成為了網上熱話 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也講講香港國大的最新熱話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有機 事不宜遲先提提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在無印良品活春宮 男女疑似在梳化之上激烈口膠 六秒片段風傳 旁邊女孩的神舉動反而成為焦點 有網友在社交平台上載這段無印良品活春宮的影片 留言說今天逛百貨公司的時間看到這一幕 影片長六秒鐘 看到無印良品的門市裡有一張黃色的梳化 其中的男生坐在梳化之上 雙腿大幅度張開 而淺色的年生群的長髮女子 就跟她面對面 以半樽的姿勢 壓低身子 頭部靠近南方下體的位置 而且有激烈的動作 而男子就把左手放在女子的頭上 當時店舖有其他客人經過 男女旁邊的梳化有一個女孩正在專心看單張 似乎未有理會兩人的舉動 影片最後看到男子只向鏡頭露出尷尬的笑臉 女子停下動作 似乎意識到被人發現了 網友看完影片後都紛紛嘩然 有人批評該對男女行為離譜 就說有雙風化 也說偉三官也說這樣做要收回他們的場地清潔費 也有網友認為會不會只是惡搞的影片 甚至是那對男女只是假扮被偷拍 也說感覺這樣看似是開玩笑 但就有網友反駁 會有朋友之間開玩笑嗎 不過另外有大批網友錯重點 就被旁邊的女孩超冷靜的舉動所震驚 就說旁邊的女孩很淡定 也說旁邊的妹妹怎能夠這麼鎮定地看書呢 以上來自HK的報導 近日在網上瘋傳的影片 據報發生的地點是香港的無印良品 另外看到當時的男子躺在梳化上 女子疑似和他正在口交 附近人來人往 有些人流 另外這宗活春宮事件 在網上成為熱話 有人問會不會是開玩笑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光怪錄來 每天都有怪物 另外也告知本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全灣城門谷運動場的洗手間裡 吸食電子煙 17歲的青年 涉嫌管有第一步毒藥被捕 兩人提到昨天11月27日下午4時多 警方接獲報警 有人在荃灣城門谷運動場的洗手間裡 吸食電子煙 警員接報到場 在一名17歲的青年身上 檢獲一支懷疑的電子煙 和一顆懷疑的電子煙彈 以涉嫌管有第一步毒藥 將他拘捕 正被扣留調查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這個男子17歲 就學人吃電子煙 未知電子煙裡有沒有太空油 近期這個成為了城中液 有不少人公然地吸毒 因為太空油的成份和毒品差不多 另邊商昨天才說瓦解了一個太空油的集團 捕捉了一個小學的教師家 相關的消息還要有待進一步的確實 另外話口未完 在這個運動場的洗手間 找到一個17歲的男子 當時正在吸食電子煙 另外有機會管有毒藥的關係 警員將他拘捕 另外亦都說這宗消息 根據HKL的報導 大衛的遣淨停車場 男子在車內燒炭 消防破槍救出來 可惜太遲了 內文提到 大衛發生車內燒炭案 在昨天11月27日 下午4點58分 一名男子被發現 在遣淨停車場5樓 一部私家車內昏倒 於是報警求助 救援人員接報港字 消防打爛車窗救出男事主 不過經救護員檢驗過後 證實這個25歲 姓娘的男事主當場死亡 警方現證調查事件 現場所見 警員檢獲一盤疑似燒過的炭 一個燒坑網 和一個燒到破洞的地毯 消息說 事主和母親同住 前天開始沒有回家 母親報警求助 親友到處尋找 最終在遣淨停車場找回事主 據悉事主曾任職廚房工 近日失業 並受到官司困擾 亦因為感情問題感到不開心 以上來自HK的報導 怨死者安息 年紀相當輕 25歲 據報他近期失業 亦受到官司困擾 另外估計想不開 就在車內燒炭死亡 找回他的時間 救護員已經證實他當場死亡 反雲罰術 另外也說這個熱話 根據網媒港生物的報導 港南一個原因 想申請公屋訓戶 問可不可以著情處理 網友質疑他欺騙公屋 內文提到 有網友在Facebook群組 公屋討論區發貼文 他就說自己和父母同住一間公屋 不過兩路之間的關係差 就說他們經常吵架 吵到一個會拿教指 一個會拿菜刀的程度 想知道上述情況 可不可以申請分戶 做一個二人單位 和一個一人單位 有留言提醒 就說首先 他們要正式離阻分 才可以再獨立申請公屋 亦有網友翻查發貼文 自己過往的貼文 質疑事主有騙公屋之嫌 就說 你剛剛派新公屋 又想分戶要多間公屋 真是貪心 亦都說 分戶過後 又說和媽媽不和再分開 那就一家三口 各有各 自己的空間 亦都說 中港婚姻的日常 下來搞幾年上樓 跟著又說離婚 又婚戶 有甚麼香港人 不排十九年才行 亦有網友建議 可以為父親申請老人院 又或者事主除名再自己申請公屋 就說 你想要多間公屋 就自己 去申請 不要找老人家做藉口 根據房屋處的官方網站說明 有三種情況 可以獲得著情考慮 分戶申請 分別是 離婚 家庭糾紛 以及居住環境擠壁 注意 原住戶 和分拆戶 是需要分別接受入息 和資產審查 並需要符合 住宅物業權審查的規定 以上來自網媒港生物的報導 我話想這個港男就上網問 可不可以申請公屋分戶 分戶聽就聽得多 不過計算曠仔 過去十幾年的地區工作經驗 分戶是非常困難 這個事主就說自己的媽媽 和爸爸經常吵架 經常吵架的狀態 可不可以申請多間屋 不過有很多網友炮軍他 就覺得他是有欺負公屋之嫌 因為他就據報是剛剛拿到這間公屋 沒多久就說要吵架 沒多久又要分多一間公屋 網友就罵 難怪 其他香港人 申請公屋要等那麼久 另邊商 除非理由很充分 又或者以往可能有報警的情況 有些報案號碼作支援 防署才會有機會信納 不過以這個情況 防署未必能接受分戶的申請 不知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留個言 聊聊 另外也說這單消息 根據HK的報導 警方和入境處多區打擊 非法勞工和掃王 據報多達34名男女被捕 警方展開行動 行動當中 執法人員 一共拘捕34人 包括4名外籍女子 18名內地女子 4名外籍男子 還有8名內地男子 年齡介乎26至56歲 分別涉嫌 違反逗留條件 預期逗留人士 以及預期居留人士 接受僱傭工作 還有非法勞工 另外當中 亦有警方 在荃灣市中心一帶 進行掃王格 拘捕17名內地女子 和4名外籍女子 懷疑進行 賣淫活動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 繼續聊 再次見 再次見